看到台湾的经济问题 讲到这或许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同样觉得是无奈哀声叹气好几下 但是我们当然期望这个内阁 这个总统好好继续带领大家 毕竟这个马总统第二任 520才刚刚开始 现在今天不过9月18号而已 未来还有三年八个月的日子要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怎么办来看待未来的发展呢 所以民党这回说要倒戈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财经内阁会不会换 不知道 那么总统有说到了 那么事实一定会来做调整 所以请教金兰 其实这个问题 增结点到底是在内阁还是在总统 我觉得马总统在这里面 有纵容跟放任 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讨论的 第一阶段的那个 油电在双涨的过程当中的 那个整个的决策过程 到现在是复制 那个复制的状况 你是错误的一直在复制 对 它是一种复制 如果那时候的决策过程 是不应该的 但是没有改变 放到现在 它还是在复制 那时候就在讲台电要改革 可是请问一下 现在送到立法院的预算里面 你有看到所谓台电改革 或是大家在节目当中 不断的讲了以后 还是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 我同样就这样子过了 他没有办法看到 我一直在讲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它非常非常的 巩固的牢牢的框住台湾 那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状况 没有办法改变 你如果结构不打破 那我觉得台湾社会 年轻人往外跑 他必须的 因为他找不到机会 那个状况是更可怕的 那马总统我们这个能力呢 从台北市长到现在 你那时候一路采访他 他有这个能力 做这样大破大力的动作吗 四年过去我没看到 我认为不太有可能 他谨小甚为 我必须要这样讲 很糟糕 如果你说他台北市长任内 有什么政绩的话 我觉得能够公平讲的 只有今天大家拿的悠悠卡 他在上任第一时间 到香港巴达通 我也跟着去 那学了一个悠悠卡 回来再进行 我想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用 那只有这个以外 你要拿他出来讲 什么比较让大家觉得 还听得上 或是上得了台面 我觉得没有太多 那放在今天来看 台湾社会今天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他有没有在这里放任 有 如果今天台电要改革 不会从那时候再讲 讲到现在 你还在讲说 要再继续给我改革 你早就应该要求成绩了 我们每次学生 都要期中考期末考 早就应该给期限了 而不是在这里 不断的用一种大家觉得是口号 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我刚刚讲了 你总得要有一点行动 要有行动 是不是该给这些阁员们 这些官员们一些打成绩的时候 那么成绩不及格或没到的话 要怎么样来做处罚 这个好像我们现在通通看不到 如果金建会主委在打笔仗这件事情 从被批评讲到现在 他从来不觉得是件事情 他甚至认为是件好事情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打笔仗 这个打笔仗是从选举前打到现在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有时间打笔仗 但是他没有时间在这里面 破坏更可能的台湾未来 今天是大家一直在问 但请问马总统有叫他 你不要写了吗 没有 总统恐怕不知道 不过今天新闻出来 应该看的电视就会晓得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问题的结构 刚刚讲到台电到底 有没有私要来改革 这次环涨之后 台电的一个发表声明 说他们改到无比的沉重 因为真的即将到明年 到后年要正式来恢复环涨的话 要有浮动电价机制出现的话 到时刻恐怕要亏掉台电 一个资本额3000亿左右的额度 看来台电的一个作为不佳 经营不散全民你要来承担 因为你没有涨电价来补这个黑洞 人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说 刚才像金兰这样在讲说 他对马总统实在是不思期待 所以那内阁只是总统在任命的 马总统是任命选出来 他是不可能下来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促使他赶紧换脑袋 你说台电这个 其实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立法院 就像这个台电购电这种成本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直 大家其实都已经讲很多了 你说台电他自己本身发电一度是2.89元 我去跟民营电厂买一度是3.58元 我跟民间买就多 我这边有另外一个表 这是台电跟民间购电的一个成本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民营电厂几乎都是赚的 也就是说他每年的盈余都赚这么多 那我们跟他买的这些电的时候 其实我因为都用到备用电力里面去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消耗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说我们到最后就是消耗那些模组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吴敦一还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他对这个所谓公务人员这个办事效率的部分 他还弄了一个什么震怒章 那个章现在去哪了 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你今天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不是批评公务人员 其实公务人员他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承认 因为其实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会接触到很多这些公务人员 他们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很辛苦的 也很认真的 可是现在问题回到了就是最根本 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说 为什么马总统是要势必攻期 我今天讲说马总统如果要追逐历史定位的时候 那最大的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马总统要追逐是哪一种历史定位 今天刚刚很多人有来宾有提到 就是说马总统这四年来 他未来怎么办 我觉得是马总统他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 他已经到人生最高峰 他就是这样了 那应该是看国民党要怎么办 那马英九在不在乎国民党怎么办 因为你毕竟还有未来嘛 那马英九本身已经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如果从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过来看的时候 我大概会看得到就是 马英九大概他会把他的重心 放在两岸跟所谓的国际的事务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一段 就是他还没有正式的就任 就是连任之前 你看他把美牛把镇索税 把很多的这个疫情全部一次泡出来 其实我当时认为说这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 累积下来长期的问题 我一次把它利空出尽 然后这时候你蛮有你后面没有后顾之忧嘛 你说我要拼后面四年 我认为你是有机会的 可是你到昨天我真的其实很失望的是说 你今天昨天跳出来说把电价这个东西 我把它往后延后一年 那我就不懂说你的魄力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今天把这个所谓的民怨的问题 因为民生问题其实是你总统可以去掌握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插手 我觉得你可以管啊 你认为说我的这些财经部会官员没有能力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会评判嘛 前一阵子我们那个民意调查处啊 搞到最高的是我们刚才大家还在聊天 就搞到最高的就是李鸿源 弄一个做水木土路那个工程的人 去做内政部长 大家觉得他最满意 可是你看在同一份报告里面 最不满意的是谁 是财政是财经的这些官员 这些经济官员 马上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报告 或许你认为它不重要 可是问题是回到 就是我们今天大家一直在看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今天台联提出一个说法 他说其实陈冲报告 就是陈冲有没有下台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财经内阁是一定要换 那你今天这些财经内阁你不换 我相信委员那个丁委员在这边 其实他也都一直在大声疾呼 就是说这个财经的部分 是民众现在最深切感受到的 这不是你政府说我在那边有统计资料 你每天给我看统计资料有什么意思 我刚刚讲说我五年的时间 我一个199的一个东西涨到了325块 可是当我这些物价在上涨的同时 我的薪水有没有增加 我没有哦我没有增加 政府才刚否决的所谓基本工资调涨案 人家讲说连一颗乳蛋都不给 那这才是我实质的经济的感受 我相信这个部分丁委员在台北市 尤其像我们在台北市都被讲说 什么天龙国什么的 如果连台北市的人 对这样的经济问题都感到反感的时候 难道马政府你不认为他是一个警区吗 就我们刚刚讲到 连基本工作问题 我们今天要赶快带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政策到底够不够周延呢 现在那个电价要来还涨了 其实对于马总统 从二月份开始的一个 油电价格合理化政策来讲 他改革算是失败的 因为都没有按照原本他的讲法来做下去 那么来看到 那么这个政策欠周详的一个例子 从2008年一上任就看到了 还记得吗 当年6月2号要调涨油价 行政院长当时当初的刘兆全 5月27号傍晚突然宣布 528零时开始调 当天晚上大家抢着去加油 加到无有可加民怨四起 大家觉得这个决策你也太草算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油价的部分呢 虽然最后呢 也没有为公升涨到5块钱 但连13降物价回不去 这是涨油价的后遗症 现在还有两个 很快来关注到的是呢 健保补充费用啊 到底要怎么做 现在是民怨真的是大到 让我们总统财经官员觉得 要赶快来做调整了吗 存款的单笔利息2000块 要收2%的这个健保补充费用 现在经过大反弹 渴望放宽咯 现在要研议 到底是不是改产年度来结算 放宽到多少呢 有一说是1万 有一说是2万 没关系 有一说5000 大家再看怎么变吧 好8月9号基本工资 省医委员会呢 也要来调涨基本工资 但现在说景气不佳要来延缓 丁委员这个就是 跟人民拿钱速度都很快 大家帮人民加薪通通都不行 所以刚刚任俊有讲到了 你刚刚也不断在大声 几乎说这个财经内阁要先换 是不是财经内阁的脑袋 真的是有问题 真的赶快先换 市长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官员照大家来讲 应该是服务导向的 以问题发生解决问题 在自己的成绩就可以做的 就像刚才还竟然讲 说台北市推动悠游卡这个问题 悠游卡这个问题 原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的经管会原来无视于各国的 已经实行有的悠游卡 电子钱包可以用在各个方面 它原来是处处限制 只准用在你的捷运 连计程车也不准 连停车场也不准 更别说用在动物园的收费 现在更别说 现在用在小儿消费 是我在立法院 因为我考察各国的市政 我发现韩国有T-money 香港有巴达通卡 上海都有公交卡 日本有税卡 都是可以作为电子钱包 有小儿消费 它就储存在里面 那我根本解决知道 我在立法院提电子票证 发行管理条例 根本的解决了问题 才把悠游卡能够 在各方面所运用 可是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事情 每天在我们基层 有没有发生呢 每天都跟我们经济发展 有关系的 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有39家国内的医疗院所 跟我陈勤 因为政府今天发展 光光医疗 光光医美 光光健健 这是补我们的健保 对医疗机构不足 然后希望他们发展新的业务 日本的 韩国的 都在这样做 大陆来才能更多 可是你可以发现 他们跟我们陈勤 来医院 走掉一个 做了几百个病人 跑掉一个病人 离开24小时 结果就要罚他医院 一年不能够再收 任何的病人了 收任何的健检 他说我开放到台湾来 总共是14天 到我医院健检 只有一天 其他都在外面光光 可是他跑掉了 结果要我医院来负责 从此一年不能够 收任何的光光健检 那不是变相惩罚吗 那我们以后 经济会的重要的财经政策 是要帮助台湾医疗机构 赚取更多的外汇的 那不是没有机会了吗 大陆如果派39个人来 那我们39个主要医疗院所 每一个来一个 跑掉一个 那我们全部都停摆一年了 那怎么行呢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杜邦的总裁 要到台湾来 看我们台湾工研院 他的三个计划 准备要进行合作 他的飞机直接从大陆 直接 私人飞机直接飞到台湾来 我们的民航局说不可以 不可以直航 两岸不是已经直航了吗 而且台湾的商人有钱的 像汪汪不是也都直航了吗 为什么杜邦都不能过来 他不能过来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现在我们变成 我们要劳斯动众 我们要组织工研院的团 去杜邦去看他 做检报 本来他可以直接看 我们的生产设备 看我们研发的成果 直接就可以拍板定案 进行合作的 直接对我们经济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 政府要充分的授权 你总统要授权给习政院长 习政院长要授权给各个部长 部长授权我们文官体系 是要以服务为导向 争取客源为导向的 服务为导向 像这个说 所有公务员都知道 刚刚结束高博考考试 恐怕也都有这种题目 但是考完归考完 这是授权的问题而已吗 很多的政策横向直向 垂直跟水平的一个沟通 通通都没有 所以请教郑主任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说 我们刚刚讲 是不是该请我们的 马总统换脑袋 对 但是换得了吗 我们需要选个台北市长 你也不可能市长当选 就告诉说 以后都交给秘书长 不可能这种事情的嘛 你看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还是都奥巴马决策 不可能说国务卿自己做了 所以马总统 如果你的指挥 其实没有退路了 就是一线总统做到底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可行之道了 那也看起来 陈冲没有这个能力了嘛 就是说改革跟拼机 是我们下面的标题啦 马总统的崛起 从来没有跟改革 两个字花上等号 其实民进党做不好 要搞好你的嘛 并不是马总统 有什么太大的改革 刚才大家也讲不出 个所以然来 所以马总统改革 譬如以店家来讲 根本是个笑话 如果是要改革台电的话 那照理来说成本会下降 你应该降价才对啊 怎么会你用涨价呢 所以第三段的涨价说 以台电的改革来看成绩 是不是台电改革好 20%就给它加上去 不是啊 是说台电如果真的改革的话 20%可以不用涨了 所以本来是个矛盾的事情啊 那再来是拼经济 的确过去是国民党 比民进党起来 因为国民党长期执政 文官都好像是国民党员 所以大家会以为 国民党拼经济比较行 然后我记得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还讲赵耀东啊 讲了一堆 到最末代是陈冲了 陈冲这次垮掉了嘛 所以民进党才会放大绝啊 就是放大绝章 就是说要就换内阁 因为你部长已经带不动了 我换就算换经济部长 他也是厅院长的 我换不掉总统 只好整个换内阁 砍掉重练 是不得已的选择啊 不得已的选择吗 我们广告回来做最后的结论 是不得已的选择